这间实验室正在研究 将不同布料混绑的衣物 回收还原成可以再做衣服的原料 因为其实全世界的品牌成衣 大部分都是台湾公司在供应的 所以它也把压力回到台湾的公司 就说你要做回收我才要买 各式各样的材质 各种机能性的涂层 衣物回收在纸 全世界都在拼技术 但不穿化石原料只能穿棉花吗 台湾没有棉花 但是台湾有凤梨 第一块的凤梨这是第一块 对 这是第一块 第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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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少的一块 对 最少的 以往台湾我们做贸易的这种出口国的话 我们其实运输过程其实是很冗长 而且是产生很大量的看法 宝特瓶抽纱是纺织回收原料的重要来源 但随着世界饮料大厂纷纷宣布要回收自己的瓶子 那么做衣服要拿什么做呢 这间休闲旅游用品公司在2023年底开发了一个新系列的服饰 调牌上说 这是单一材质的衣服可以全部回收循环再利用 这是什么意思呢 现在不是已经有很多用宝特瓶回收做出来的衣服吗 因为过去台湾非常骄傲的就是宝特瓶回收纱 但是宝特瓶回收纱 那它做成衣服之后 它会有拉链 会有扭扣 会有侧风线 会有标签 会有印刷 这些都是不相容的材质 当我们以为衣服丢进回收箱就完成了回收的循环 但其实麻烦才刚刚开始呢 以这件格子衬衫为例 扭扣 这个扭扣是金属的 这个缝线 我们缝线有一些可能是棉的 有一些是Polyaster的 有一些是尼龙的 一件衣服有这么多不同的材料 回收的时候就必须以人工拆除 增加的麻烦也垫高的成本 所以一个新的趋势叫做单一材质 这件户外用品店新推出的循环衣 就是这个概念 包括布料 包括扭扣 缝线 拉链等等通通都是锯纸纤维来做 不止如此 这个系列的锯纤纤维除了来自宝特瓶的回收抽纱 还有20%是来自纺织品的回收 纺织品直接回收再抽纱 是纺织领域热腾腾的挑战 为在林口的这间沙线厂 机器滚出了一条一条长长的锯纸料 这是以布长不要的边角料 过际的布料 回收溶掉再制而成 锯纤纤维是现代制衣织物的主要材质 宝特瓶也是这种材料 总共锯纸这个行业 一年是有8000万公吨的产量 然后呢其中刚刚讲的2200万公吨是做瓶子 其实还有大概4000多万公吨是做衣服的 全世界的衣服85%都送进焚化炉烧掉或者掩埋 然后再去开采石油继续再生产新衣服 根据业者的估算 单纯聚脂纤维的肺部料回收再制的纱线 比起用化石原生料 大概可以减少72%的碳排 但可惜的是大部分的衣物都不是单一材质 因此必须先以AI自动分解 将锯脂纤维的衣服挑出来 再研发一套化学回收法来处理混仿的异物 这里就是我们的解锯试验工厂 将脱色切碎的布料放进反应槽 解开锯脂这个高分子聚合物 经过纯化之后 一件漂亮的衣服就回到它本来的面目 这个过程听起来很简单 但现在全世界都还在开发的阶段 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是去除颜色 像这条领带 眼睛看到的是两种不同的蓝色 但其实用了好多种的色料来调制 怎么办呢 把它切成碎片以后 所以要开发很多不同的溶剂 还有触媒来把它吸收回来 然后最重要是还要把这些颜料可以回收再使用 就整个环保上可以close root 这是第一个遇到最大困难 混仿衣物第二个必须解决的困难 就是机能性衣物有很多层的涂层 有的要吸湿排汗 有的要有弹性 有的要防水等等 那是不是就要研发出很多种不同的溶剂呢 因为同样一个回收不可能经过十道过程 你一定要在一两道过程之内把它完全去除 所以就是在溶剂的选择 这是最重要的 不然如果说你一件衣服 你回收经过十道过程 那未来消费者也不想买单 化学回收法是全世界仿制原料业者都在努力的方向 成衣碳足迹显示原物料阶段的碳排最多 因此在减碳减排的趋势之下 大家就开始寻找物料回收再循环的方法 才知单纯的宝特瓶 全世界每年回收1100万吨 本来是回收抽砂的主力 但饮料大厂纷纷宣布回收自家的瓶子 也就是说可以做衣服的宝特瓶将会越来越少 而且宝特瓶做衣服两三年之后 衣服被淘汰了 大部分还是焚烧或者掩埋 因此让衣服本身自己循环再做衣服就变得很重要 那么要怎么样才能让衣服很容易回收再制呢 这家成衣公司位在台北市区 他们几年前就锁定了宝特瓶抽砂的锯脂纤维 推出了锯脂纤维单衣材质的衣物 衣服商低调的袖着 百分之百回收无限循环零浪费 不同品牌 有很多大量生产的衣服 很多这些衣服可能这期过了之后 没有地方就是卖 或者说卖不出去 或者说买了 然后就丢掉了 这些很多剩下的旧衣 不知道要怎么去处理 然后就导致整个世界 就是很多这些多余的衣服 单衣材质的衣服就很容易回收再制 单纯的溶掉就可以再做锯脂粒 跟宝特瓶一样 但是要做一件完整的单衣材质衣物 钮扣拉链等等 都需要合作厂商重新开发 因为如果要再做纯poly的拉链的话 可能它就需要一个这么大的尺寸 像这条就是百分之百poly做的 它连这个牙齿绳子跟这个拉头都是纯poly 但是这个就可能不符合在裤子的这个 门巾的这个地方 拉链会变这么长 对可能在外套的话还可以 但是可能在裤子上面就 就一个很粗的一条在这边 可能我觉得相信是不好用的 蔡英宏认为这些困难对设计端都是挑战 但也可能激发创意 尤其现代科技也带来了很多的可能性 比如说用一体成型的织布方式 舍掉很多需要裁切缝合的设计 从头到尾一道工序完成 就会减少很多废料 比如说我们如果今天有一些接缝线的地方 那它接缝起来的地方 它的中间线一定会需要裁切 它一些边角料就是它接缝起来的地方 它可能接了一公分 那我可能要裁掉就是0.5公分 这样子看起来的样式会比较精简 比较干净一点 听起来只是浪费一点点布 但全球的制衣业 一年可不只做一件衣服 现代科技也帮忙了影片开头的 这家休闲旅游用品公司 他们使用新的3D设计软体之后 节省了很多废弃衣物与布料 3D画面接近人体立体的真实模样 这件T恤本来是合身的长版 如果做成短版会不会比较年轻可爱呢 如果下摆要做成散状 可以拉拉看散到什么程度最好 本来可能修四次五次这件事 我们可能可以缩短到修两次 如果说它是很标准的商品 那经验值也很够 或许我在一开始从3D去做的时候 修一次之后 那第二次出来的样品 可能就已经是非常成熟了 所以就可以上线了 压长 就是长一点 以往使用2D的软体画图 需要很多次的打样 每次打样都要开动生产线 做出一批衣服 做出来如果不满意 就再打样再生产 而这些一次又一次不满意的衣服 当然也就变成废料 如此一来不只是电高成本而已 一次又一次的小批量生产 还有后续的废料处理 都是碳排 十年前这家公司的董事长 成坤到德国出差 看见德国在推碳足迹标签的盘查 回来以后就拿自家的这件 防水透气外套也来盘查一下 那透油这样 做这件事情可以检视我们的企业的一个生产流程 它的健康性跟排碳到底用了多少 那也可以让我们知道怎么降低浪费 当时拿到了环保署第一期的认证之后 公司承诺三年后要降3%的碳排 这件防水透气外套 本来S号的碳排有11公斤 L号的有21公斤 可以再降低吗 经过很努力从前段的开发 然后中间的制程 到后面的销售的部分 我们减碳的结果BSI参查出来 我们减了8到15% 那最小号的部分是9.6公斤多 最大号是16点多 所以8到15% 这一个数字其实让我们也都蛮讶异的 这是日本超级马拉松选手关家梁一 他脚上的这双鞋子 也做过碳足迹标签的认证 这鞋子看起来很奇怪 和一般紧密包覆脚的鞋子不一样 长一距离走的鞋子不一样 长一距离走的鞋子不一样 每日每日色々な事があって 脚が変化了或者脚が変化了 脚的鞋子不一样 然后脚的鞋子不一样 任何点的鞋子不一样 想着不一样的鞋子不一样 这鞋子分成两部分 上半部像袜子一样是尼龙材质 鞋底是PU做的 一双鞋子就只有这两种材料 完成这双鞋子只要舞蹈工序 但一般运动鞋至少100道 这么简单做的鞋子 大概也只能简单穿吧 开发这种袜鞋的老板陈古明 从小学习武术 习武之人讲究步伐 关键就在脚的活动能力 所以说交拳不交布 交布就打师傅 那你一般人我们走路都是这样子 像汽油这样走 因为我们的鞋子让我们没办法 有这个弯曲度 没办法有这个弯曲度 襪鞋因为鞋面像袜子一样柔软 所以脚掌可以有很多细微的动作 有一个足球鞋品牌 就来找陈古明讨论合作 因为他是欧洲的足球员退役的 他说了他们在挑选足球员的时候 有一个最关键的点是 这一个人他有没有刺足的功能 就是他的脚步的功能 脚趾头脚里面的一些状态 有没有被开启 那是教练挑选球员的一个关键点 陈古明认为 在讲究节能减碳的时代 可以从源头思考 到底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样的鞋子 如此一来 或许可以改变物料浪费的必然 他认为像袜鞋这样的鞋子 堆脚是健康的 而且制作过程只要误到工序 他说现代制鞋工业很精细 所以材料多工序多 但是要大批量的生产才会有利润 结果就常常造成浪费 这是很结构性的问题 可是现在的市场变化这么大 一下子快时尚 一下子机能 一下子破世界纪录 一下子别的品牌 忽然间推出了什么事情 它是不是整批货就没了 就卖不出去了 所以其实在这过程当中 大家都抓不准市场是什么 但是就一直在做鞋子 陈谷明认为简化制作工序 就可以灵活反映市场变化 而且工厂只要小小的 可以分散靠近各地的消费市场 然后不要从产线 从东南亚到美国 欧洲这种 那么长的一些沟通 所以最好的办法 其实就是在自己的仓库旁边 或是在出货端的旁边生产鞋子就好了 所以今天可以看到我们家的工厂 就是小小的 机器都小小的 5 4 3 2 1 Go 慢跑运动越来越受到欢迎 参加马拉松的人也越来越多 国外已经有牛仔裤 以及跑鞋的订阅制商业模式 也就是说 厂商每隔一段时间 固定送来几件牛仔铺 或是送来几双新跑鞋 然后再定期回收 这是一种长期的租赁关系 做成五日大小的工程 概运动越来越多 于是国外的工程 工作室 可以探索 数学校的很大 但是 上半小的工程 也太不安 或者有一些工程 也是 所以想起来,这种发展是很素晴的。 常租的这个模式的时候,其实你就会跟这个品牌培养成一个非常长久的一个关系。 所以他会去更了解你的需求。 消费者就像是有了一个贴心的顾问,可以用便宜的价格享受不同的产品。 除此之外,订阅制还有一个很大的优点,那就是让产品最终回到生产者的手上。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跑鞋订阅的模式,就可以确保这个鞋子都会回到这个工厂,不会被消费者,用完以后就随便丢。 所以他永远可以保持,他了解他的这个材料是用什么制成的,到底可以添加多少比例到新的鞋子。 所以他就可以最大化的把这些资源再回到他的这个生产的系统里面。 不管是从源头重新思考需要的,到底是什么,或者是努力寻找回收再使用的方法,最终的目的都是要减碳减排。 有人就正在寻找降低纺织原料碳历程的方法,降低对进口的化石原料以及对进口棉花的依赖。 画面中的这块布是为了参展2024年的纽约时装周。 就建成,它这个是异象,设计师的设计概念。 这块布里面夹进了凤梨沙县。 客人都可以觉得,因为凤梨就是会这样。 第一块的电脑皮画布。 第一块的凤梨电脑皮画布。 对,这是第一块。 第一块。 第一块的凤梨。 围成一圈,大家好兴奋。 这些老板们的工厂分别的接力演出,才能成就这一块布。 不管石化的原料,不管是我们知道的天然纤维棉麻等等。 那所有这些材料你要去取得,一定是所谓你是为了取得它, 而去不管种它,不管去从石化去提炼出来。 那它在这个生产过程中,一定有水电。 有些像天然你需要一些肥料等等。 那它就是一个,一个碳排的数据就会出来。 但凤梨沙的原料就是凤梨。 不必进口,也不会和粮食作物抢农地。 一公斤的凤梨果肉,有1.4公斤的叶子。 这些叶子原本都是农业废弃物。 一般来讲,农夫18个月后种完凤梨, 之后我们要清洁这样子的农地的废弃物。 它通常会请清洁公司将这废弃物清走, 清走之后就去焚烧,做大量的碳排放。 OK,那这个叶子长度真的就这么长。 台湾研究凤梨沙已经5年。 谢焕琪承担起将凤梨沙的织品衣物, 行销国内外市场的任务。 凤梨沙目前还必须与其他材料, 例如棉花混纺,可以做成衣服、袋子、 凤梨皮,还有类似皮革的触感。 我们现在台湾的纺织品拿的这个 recycle bottle是来自于我们的食品业。 那拿食品业的东西,那食品业也要自己要闭锁。 未来可口可乐,我卖出一罐可乐, 我也是要回收一罐可乐品。 所以说你未来的那个recycle bottle 也的来源也非常的有限。 那这有限的状况之下的话, 我们台湾的还,接下来能够做什么呢? 在桃园的这家老牌纺纱厂,老板娘正要开箱原料。 这里面是凤梨纤维,有机纤维, 利罐生产的,经过这几年来生产, 机器的改进改良以后,可以是做衣着的穿。 这个纤维,东南亚的凤梨纤维,比不上我们的。 凤梨叶直接在农场抽取纤维, 再送到仿杀场。 台湾的凤梨纤维比较细致, 仔细看看东南亚的凤梨纱就有节点, 这会影响纱线和布皮的平滑触感。 杨秀珍和先生经营的纺纱厂,是台湾硕果仅存,没有外移的毛纺厂。 董事长郭明松,当年靠着将化学纤维毛纺化的技术, 确立了制作机能性仿毛纱的路线,因此更留台湾屹立至今。 当纺维市场开始寻求低碳又有机能性的纱线, 日本客户透过了仿拓会找上郭明松来开发凤梨纱。 凤梨纤维目前日以, 它的农业会记录, 唯不在美容唯一有点, 但是其中有很多优缘, 包括很粘感。 全世界的热带地区都有生产凤梨, 凤梨纱的来源不予匮乏, 但目前凤梨纱线的添加量最多到30%, 一方面是沙线的柔细度还要改善。 另外就是从凤梨叶取得纤维的比例, 还得提升才能降低成本。 不过郭明松很有信心, 一年之内一定可以把成本降低一半。 如果我们把乌产品凤梨叶末不要入浴的话, 也有降浴成本的方式, 所以有机会。 因为目前都还没有发展到一个量产业外, 但是真的有机会, 可以再降低五十八一半。 可能在一两年内看得到吗? 应该一年吧。 一年就可以降五十八了。 因为你降到五十八的话, 我相信跟麻、贾麻、柿麻, 差不多那年。 把凤梨果胶脱离得更彻底, 应该可以取得更多的纤维。 纤维也会更加的续致。 取纤维之后, 剩下的凤梨叶札、 抹粉加入凤梨皮, 可以做人工皮革, 也很有价值。 取纤维后来的叶末, 凹蜂干抹粉以后, 一公斤可以卖到1.5块美金。 所以我这个料百分之一百里要。 由于料源不足, 现阶段使用再生料的产品价格偏高。 循环台湾基金会执行长陈慧玲认为, 工部门或者大企业多多采购, 可以帮助新产业的起飞。 所以譬如说台铁的制服啊, 或者是政治军警的制服, 其实呢我们在欧洲看到像荷兰, 他们就是用非常多政府采购的方式, 开始去带动厂商来去做一些循环性的设计, 然后这一些回收重置的一些商业模式这样子。 所以就可以在他们初期可能还是价钱还是比较高, 或者是说大家还在尝试这个商业模式的时候, 先给他们第一笔这个支持的力量这样子。 市场段减碳的要求正在改变设计端激发新点子, 比如伸缩皱褶的设计, 让小小孩可以从九个月传到两岁。 他是用一个皱褶的方式去处理小孩的这个身场的这个不同这样子。 服装也可以像电器一样, 坏了就送回去维修。 他们提供的会是一个终身保固这样子的一个模式。 每天穿戴在我们身上的衣物已经变成环境的负担。 从商业的改变到法规的要求都在解决这个问题。 也就是说他们需要有一些生产者的延伸责任。 那所以欧盟他们开始去要求这个厂商在2025年, 他们也要缴纳一笔基金。 那这笔基金就会做来协助这些收回的机制, 然后怎么去做分选。 因为我们的采集有非常多不同的。 欧盟委员会在2023年的7月提出, 要制造商与进口商对纺织产品的生命周期负责。 他们每年产生了超过1200万吨的纺织废料。 其中荷兰政府还要求, 2025年荷兰市场上的纺织品必须有50%被回收。 到了2030年, 回收量要提高到75%, 而这其中还要渐渐地提高衣物到衣物直接纤维回收的比例。 欧盟消费市场的要求, 其实对台湾已经逐渐成型的回收技术、 再生材料开启了一个新的市场。 以前我们都讲做在台湾, 现在开始有设计在美国, 对不对,设计在美国。 那有没有可能未来是在台湾, 对不对,在台湾。 台湾自己的纺织品回收再生政策呢? 生产者对产品生命周期的责任呢? 台湾每年产生71万吨的纺织废弃物, 其中80%以上都以焚化或者掩埋处理。 2023年的12月,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发布了 连锁品牌服饰业及百货零售业 纺织品循环指引。 鼓励业者签署资源性的协议, 加入品牌服饰永续联盟, 来带动绿色时尚的风气。 不过这一切, 还是需要最终端的消费者买单。 消费者有没有意识到漂亮的衣服 终究也会像垃圾一样, 必须被成立。 消费者要做什么选择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